小欣欣是不是胖了 谁让她身世那么可怜 我们一心疼她 就会不停地给她喂吃的 能住在我们小柔设计的桌窗里面 她好幸福 可惜啊 连笔稿的灵感都死活找不到 所以 你才约我出来 对呀 我想不出灵感 出来透透气也好 猩猩 猩猩 小欣猩 小欣猩 跟我来 干嘛去 快 干嘛 这么神秘 这有一个通往灵感的秘密通道 你带我在这儿干嘛呀 都关门了 一 二 三 可以 不知道能帮上你什么 就带你来看看这里的橱窗 天哪 你怎么做到的 不告诉你 走了 橱窗漂亮吗 你看这个怎么样 就比较常规的陈设 还过得去 好 那那个呢 这个橱窗比较有创意 那那个怎么样 太黑了 根本看不清 那那个呢 拜托 那个有橱窗吗 干什么呢 你们俩有什么人啊 快跑 站住 别跑 站住 快 快 走 走 你们俩在那儿 别跑 站住 别跑了 你们俩在那儿 快点 站住 原来你还有这么厉害的朋友 能让商场的灯都亮起来 这是我拜托他提前准备的惊喜 那些保安不会再误会了吧 放心吧 我已经跟他们解释清楚了 那就好 我刚刚都快吓死了 早点休息 我先走了 拜拜 前准备 小好吃 所以我是从小吃要求 祝福 很好吃 也可以一遍 能给你上门 小便 好 есте塑 中文字幕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终于搞定了 中文字幕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是什么 丁小柔 我知道你从小到大以来 受了很多的挫折和委屈 中文字幕——YK